有的同修 他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后 放置现在皈依的 法号均为妙音 以皈依居士的语言法号 不是妙音的 怎样才如法 不是妙音 自己称妙音就行了 因为妙音这个法号 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 我们这个世界 不管你的法名叫什么 你不要去执着这些 念佛生到净土之后 在净土里 就是在极乐世界 你把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断掉了 你在那里成佛 成佛之后到十方世界 教化众生 你的德号叫妙音如来 同名同号 都叫妙音如来 所以我们就用妙音 做现在音地上的名号 现在是妙音居士 将来到极乐世界 是妙音如来 因果都相同 我去年纽音的 相当便宜